讲的这个故事 得从一个外乡人无意间走进了四川省广源市的一个偏僻山村说起 那是几年之前有个外乡人路过一个小村庄 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啊 有些不寻常 您瞧啊 这个地方竟然有好几座的龙桥 而且这龙桥的精致程度啊 跟着荒凉屁野之地是格格不入的 正当他感到纳闷的时候 突然下雨了 赶紧找个地方 裸了起来 接着更加七小的声音发起 他猛然间听到有声声巨响从山里头传了 这是什么声音呢 要说这外乡人胆也够大的 他等到雨停啊 直接就奔着发出声响的地方找过去了 结果您猜怎么着 他又发现了一座龙桥 而且这座龙桥同样雕刻的非常精美 气势相当宏伟 您说这稀不稀奇啊 在一个偏僻乡村 为什么要费时费力的建这么多精致的龙桥呢 还有那巨大的声响 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外乡人实在是好奇 他发现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摩滩镇的地界 于是就想找个本地人问一问呢 这都什么情况啊 谁知道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啊 您猜怎么着 当地人说 这些个龙桥啊 是保护我们的神 他们说了 在很久以前 这个地方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水灾 您不遇千千不遇吧 滔天的洪水所到之处 是把房屋树木全都给拔了起来 眼看着水就要淹到摩滩镇了 这个时候石桥上的巨龙突然腾空而起 发出了响彻山谷的吼声 说来也怪 就这一下子 凶猛的水势就削减了不少 不光是摩滩镇呢 附近不少的村寨都化险为夷了 当然了 传说归传说啊 您姑且这么一听吧 可这事儿确实挺稀奇的 对不 事情刚传出去 专家就来了 不为别的 就想弄明白 这事儿的真假 专家到了当地以后啊 发现这摩滩镇四面环山 通过走访还发现 当地百姓确实对龙 有着特殊的情愫 您瞧啊 他们建房的时候 都会在门窗或者房檐上 雕刻龙身 而且由于这个地方呢 确实水患频发 所以每逢春夏之际 咱们都会到那个神秘的龙桥之处啊 举行祭祀仪式 祈求丰调五村 有村民告诉专家说啊 那传说是不是真的 他们也没有把握 可是确实这么多年了 洪水就是漫不过那些龙桥 他就不敢过龙了 龙他就不敢过哪儿 那个水 基本上他就是绕的龙桥 两边 他从两边都 水的洪水 都流过去的 村民们说的 十分的诚恳 这让专家们赶紧就想看看 那些神秘的龙桥 究竟是什么模样 很快 村民们就带着专家 来到了一个 有龙桥的地方 你看这里有个龙桥 让专家们感到吃惊的是 眼前的龙桥 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完整 而是已经有些破旧不堪了 甚至只能看见一半的桥板 另一半已经不知去向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情况 反而让专家得到了一些线索 这个是镶嵌的 它的凿下去 你看那个桥板 桥板就搭在了上面 就比较稳定 这里还把它凿了一个 些型的槽 有点像模将那个 损某的结构 听明白没有 这桥板和桥墩连接的地方 有大量的凹槽 这跟木工的损某结构十分相似 如此一来 专家有了一个推测 可能那个建桥的人 他们当时的 就是为了让那个桥很稳定 就着那个损某结构 就把那个桥面和桥墩 那个镶嵌在一起 让那个桥更加稳定 专家说了 这桥梁的稳固 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食材重量 它们相互叠加和累气 形成了稳定的承动结构 这才使得龙桥 一直没有被洪水冲回 接着 专家又去考察了一座 保存完好的龙桥 发现这一座桥 不仅保持了稳定的建筑结构 在细节上也处理得十分精美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专家推断 这些桥的桥板和龙身 选用的是深层未风化的砂岩 而龙头呢 则是用含泥砂的岩 硬度相对较低 更利于雕刻 不过让专家没有想明白的是 这桥面几乎用的是完整的石板 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机械 如此之厚重的石板 是怎么运过来的呢 经过一番调查 专家们发现 这些巨石啊 它竟然是洪水帮带来的 什么意思呢 前头村民不是说了吗 这洪水到龙桥这呢 水流就会变缓 那是因为古人架桥 选址选的太讲究了 您瞧啊 这个龙桥的上游呢 是一个转弯 转弯过后 水流流速自然就变缓了吧 而且上游的一面地势低洼 洪水来的时候 恰好就起到了分流的作用 这才使得洪水 从未淹没过龙桥 而那些巨大的石头啊 就是被洪水带到了这里 水流变缓之后 也就堆积到这了 说到这儿 有观众要问了 哦 这都解释出来了 那那个巨大的声响 是怎么回事啊 哎 专家说了 这个也跟这里的水 有关系 实际上就是那个涨水的时候 那个水 水很大 冲起来那个水的声音 经过那个沟谷的反射 形成一种共鸣的声音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了 由于峡管效应 而增大的风 被称之为峡谷风 或者川塘风 这些龙桥所在的河段 都属于深切峡谷 洪水泛滥 或者下清晨大雨的时候 水流冲击的声音 在崖壁上发生反射和折射 就变得浑厚响亮了 故事说到这儿 所有的谜底都解开了 至于为什么这些桥上 都精心雕刻了不少龙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 专家说这墨滩镇 自古水患就多 那个时候的人们 深信龙是镇水神兽 雕刻上精美的龙头龙尾 就是希望能够降服